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一本书 我要给你们念一篇文章 这本书是红兰教授写的 人生最值得的事 什么才是人生最值得的事 这本书是我很喜欢看的一本书 因为红兰教授真的很会解数 他写的东西都是很有道理 我想要给你们念一篇其中一篇文章 叫做保持运动习惯死神才找不到你 在旧金山机场候机时 看到书店中有一本书 英文指示叫做失去心智的神经科学家 The Neuroscientist Who Lost Her Mind 中式本书名为 我决定好好活到死 一位脑科学家对抗脑病变的奇迹之旅 究竟出版 不禁有点好奇 是郎中不自一吗 自己是念神经的 怎么会弄到失去心智还不知道 就买了一本在飞机上看 原来作者 利普斯卡 是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中 专门会集吸毒和精神疾病患者 大脑的组长 这是个冷部门 确实很有研究价值 有些地方本身的叫做大脑银行 加拿大就有一个亏计 自杀者大脑的银行 从这些自杀者大脑的解剖 我们才发现 童年的受虐竟是如此可怕 会改变大脑结构 使他们走不出阴影 最后去自杀 他先是发现得了乳癌 立刻去把左乳切除 接受化疗 但不久又发现 扩散成黑色素癌 他又接受了放射线治疗 有一天他要出门去开会 突然发现一只眼睛看不见 原来癌细胞弥漫到了大脑的视线皮质了 他持续开刀和接受放射线治疗 但肿瘤像雨后春笋般 不停冒出 后来同事和家人发现 他人格改变 行为很像罗患失智症的患者 才知道癌细胞入侵大脑的前额叶皮质 使他外表未变 但是说话行为变了一个人 他在这段期间的种种不合理行为 使我们对精神疾病患者有更多的理解和同情 他的情况恶劣到大脑中同时有大大小小18个瘤 而且杀掉一个长出二个 但是他后来竟然活了下来 还把这个过程写成书 他的生命力强到令人感动 我一口气把这本书看完是想知道 为什么他可以活下来 如此旺盛的求生意志是怎么来的 原来他以前是铁人三项的选手 性格不放弃 和毅力再痛也要复健 成就了他 他身体储备了以前大量运动时的本钱 好像现在流行的认知储备 年轻时多用脑 年老时就不会退化的这么快 运动的好处是人在运动时 大脑分泌多巴胺 血清脏数 正肾上腺素和大脑自己采生的神经滋养因子 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 这个BDNF很重要 它会使神经长出新的连接 并增强神经纤维上电流讯号传送的强度 所以运动员的反应都比一般人快 它还可以启动基因制造出更多的BDNF 血清脏数和蛋白制来 血清脏数和睡眠记忆情绪动机有直接的关系 抗忧郁症的药如百忧解 就是使阻止大脑中血清脏数的回收 当它在大脑中多时 人的情绪会好 BDNF可以增加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ascular Endotelial Growth Factor 主要功能的建造新的微血管 及纤维母细胞生长因子 FGF2主要功能是促进组织生长的生成 它很能忍受痛 一直没有辞掉NIMH的工作 不去做化疗的日子 照常开车去上班 在别人还在喊痛时 它已经爬起来去工作了 我想这一点跟它的运动员训练有关 运动员必须要有毅力 因为接受训练是辛苦的 没有毅力撑不下去 有一个大陆跳水奥林匹克金牌的得主告诉我 他冬天早上六点就起床练习跳水 一直跳到晚上六点收工 扭到脚 撞到头 照样绑棚带上工 运动虽然讲究天赋 其实更讲究毅力 运动员也使他能够忍受别人不能忍受的疼痛 而不轻言放弃 从书中我看到运动对身体的重要性 运动改变你的身体 从而增强你大脑延长你的寿命 台湾现在已经进入老人社会 健保是社会一项沉重的负担 我们必须让更多人知道 运动不但对身体好 还对品格的锻炼好 运动只有自动自发去做才会持久 人生不可预料 灾难来时要像这个神经学家一样 管他大脑长了多少瘤 既然报了铁人三项的名 就该接受训练勇敢去参加 即使是最后一名也没关系 人生只有不停挑战自己才会活得精彩 死神才找不到你 死神才找不到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